好了 我们现在一字排开 小卷已经就位了 马上要把我们的这个 书语推坑一下 有什么好介绍的 以前我们讲到这种多人乘坐 大概就直接想到MPV 但这台车Carnival 虽然它你看起来也是一台 方方正正的MPV 但是KIA他们在设计这台车的时候 用了一个叫做GUV的概念 GUV就是一个大的 Eutility Vehicle 就是大型的多功能车款 它在设计上面 加入了这个SUV的原理 所以我们往下面稍微看一点点 可以看它的底盘的离地高度 其实是比一般的 用轿车底座的MPV要再高一点 其实有点接近Ruffle的离地高度 就SUV的高度 对这对于我们这种 喜欢露营户外的人来说 这就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去一些路况比较恶劣一点的露营场 也不用怕说下面去蹬到Kuda或什么 虽然它的轴距很长 它要3米多 可是我们有多一点点的离地高度 你就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然后在造型设计上 刚才其实在第一part的时候 有听到说 他SUV喜欢这种方正的车子 你看它的车头立面 就是这样垂直的下来 这个够方啦 对然后整个往后面看 车顶也很平 然后车尾也是垂直的下来 这个格局大 Mani哥当室内设计师 最了解 格局好的房子呢 室内空间利用性就更好 我看这个风水就很好 风水很好 对没有错 但它在外形上也相当罢休 你看前面这个 它用Kidham叫 Tiger Nose的这个水箱护灶 它几乎呢把整个车头 都变成个虎鼻的造型 以前大家看到中间一个 小小的这种虎鼻形 但它整个拉到旁边来 对 然后这个很漂亮的 骤形灯啊 还有隐藏是 它头灯就藏在这个位置 还有立体的设计 所以你开出去 不用怕人家 不知道你开什么车 因为远远就知道 这台车很特别 因为开出去 小孩也不会上座车啦 对 如果要开这个车出去呢 一般来说啊 可能有三个小孩 会比较适合 因为它的车内最多最多呢 在国外有11人坐的 四排座也可以塞到11个人 那当然台湾的法规不行 因为台湾小客车 最多只能开到9人坐 不然刚刚听下来 他要继续努力 对 他继续努力 我们要致敬了一下 对 没错 而且小卷刚刚要讲了一个特别的 因为以往我们开这个MPV 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你会去学校接小朋友 对 对 千万不要让人家以为 就是你爸爸是在跑机场 因为说再贵的车 你没有那个头 他看起来说 机场接送 对 你爸这个跑机场好用心哦 买这么好的车在跑 对啊 那同学来去看一下 后面有塞几个行李箱这样 对对对 然后老师还特别关心你这样子 那辛苦了 所以这种车呢 其实一开出来 它前面就是跟SUV就是一样的嘛 是啊 而且它的动力心脏呢 我们知道他们之前是开ML的柴油车嘛 所以它里面放了一个2.2升的 这个直列四缸柴油轮加运车 对 所以它每天200多出头皮 但那不是重点 扭力有超过45公斤 对 所以你把这台车载满啊 你要爬坡要干嘛的 我介绍的很棒哦 再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车测好不好 是啊 因为车测其实很重要 来来来 对那车测的话 你可以看我们刚才讲到它很方 然后它的轴距呢 3米09接近3米1 对 然后车长5米15 5米15 对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国外 它会有四排四驗座的车型 但台湾最多呢 给你三排八人座 但是八人座坐起来更舒服啊 是啊 它是233 那我们今天借到这台呢 是七人座的旗舰款 那中间是两个电动调整座 对 然后它的侧滑门呢 它是电动的 而且还有感应的开启设计 哇 这个仪式感满满哦 我看小卷今天穿这么帅气哦 这边只差一条红毯好不好 就是有一个尊荣的服务 对对对 来这个书宇你看应路眼帘 喜欢吧 这个颜色 对我觉得这个感觉 就很有质感 对 对 蛮喜欢的 我觉得我家小孩看到 应该会蛮不狂的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请你上车坐看看 对对对 而且因为今天我们借这台是 它的顶规七人座车 是 所以中间的两张椅子呢 它是电动调整的 就是奥特曼建长席 对 它又有这种 哦 椅背啊 对 跟前后的独立可调 它就在你中间这个位置 还有那个 在左手边的内侧 对 它会有那个座椅前后可以调整 哦 就电动的 全电动的 对 然后因为它会顾及第三排要上下车 所以它也可以左右移动 哦 就是你的人可以从中间走过去 也可以把它往内推之后 从旁边这边走进去 哦 怎么样 这个很少见嘛 一个椅子它可以左右 可以往这边这样 跟俄罗斯方块一样 可以做组合这样 没错 你坐在里面感觉怎么样 讲一下 我觉得空间真的蛮大的 就是大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宽 是是是 感觉小孩在上面就是会 就是玩起来 对对对对对 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其实它也有这个2233的八人座车型 或者是我们往下面走一些车型 它后面的就是没有电动调整 它的座椅呢就可以 它有前后的滑轨 甚至可以拆下来转向也没有问题 对往后转 它有一个模式呢 是那种叫做家庭模式 就是你可以把这两张椅子变成向后的 那你维持中间的椅子往前 妈妈坐在中间两个小朋友是对着你的 就可以直接照顾他们 是不是有什么剧院模式啊之类的东西 你也可以把它整个往后倒 然后在后面这边挂一张投影幕 它中间的服务手很大嘛 你可以放个投影机在那边 那你转过来就可以看 就等于你整个转向 然后从往后看 然后就可以看电影 对 那我车子开出去 我就直接在外面随便就录影了 没错 而且它第二排中间的上椅子 其实你把它已被翻倒之后 它有杯架的功能 你可以直接当成一个服务手 把它放饮料啊 放一些 它有一个平台 你上面可以放零食 就变成真的一个剧院的样子 是是是 因为这个其实完完全全是为了家庭所做设计的 所以你会觉得 听到一些小卷介绍功能会非常的sweet 是 而且真的如果喜欢露营 其实我们之前借过这台车去露营 我们就把所有的椅子都拆下来 然后把第三排收起来 它是一个很大的平面 上面摆一些气垫床上去 你就可以在上面车速 而且因为它 其实它跟一般的MPV相比来说 它车顶没有那么高 你上面放了车顶架 或是车顶站上去 你也可以下面睡一组人 上面还有一个阁楼的空间 就是要安全符合露营 如果有多出来的空间 你还可以出租给路由 还可以跟它收一点收回回来 那我们现在小卷 这个是我们七人座的状态 那我们请这个书宇 下来一起陪我们看一下 它后面的空间 到底能不能够装得下 它那些露营设备 后面的空间 其实我们看它格局这么方丈 它其实它的尾门 也有感应开启的功能 先介绍一下 这个屁股太漂亮了 是 这个贯穿式的LED尾灯 然后新的logo 它刚进的时候 其实还是那个椭圆形的logo 看起来 那个应该是要被换掉 是 然后换这个logo之后 其实很多女生朋友就说 这到底什么车 它好帅哦 因为它换了一个logo 好像换一台车一样 其实它还没有小改款 小改款应该今年底 或者是明年才会进到台湾 那时候更帅 但它一样有的电动尾门 这个你就必须需要的 而且它的开度其实蛮低的 它其实有个感应开启功能 就是你带着钥匙 然后你只要走近它 它就自己逼逼逼起来 你也不用去踢啊 或是干嘛都不 它只要靠近 它就会打开 它就会打开 对 然后这个空间 其实它比RAV4还要大 真的 是RAV4大概 我们看数据是580几公升 但是这边有620几公升 然后它是一个往下凹下去的 对 那它的格局也算是方正 就是你看旁边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圆角 或者是什么 你也可以把它 把这些箱子再叠叠叠叠叠 叠起来就好了 那叠到这边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事业 是 那你也可以把它收起来 哦 你看这个收折其实很方便哦 女孩子在收折的时候 其实也是OK的哦 对 它其实 没有 它这个要收头枕 对 头枕先把它搞下去 对 然后弄之后 它其实只有一个拉环直接拉 然后 跟一开罐一样 这样子就压平了 好平哦 对 那我们刚才讲到 其实它没有配电动调整的椅子 是可以拆下来的 对 所以你就可以拿下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大的平面 在这里 哦 对 而且你看这个直接躺一个人 其实长度也都差不多啦 我现在脑子已经有那个画面 我的东西 就去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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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我們現在做前座有沒有覺得更加更加的寬敞 對 還是很大 對 還是很大對不對 而且它上面有這個非常大的一個天窗 對 雖然你們之前好像不怎麼需要 但是我跟你講 天窗還是有它不同的浪漫所在 對 那我要跟你介紹一下 這個車裡面除了它的一些用材啊 跟布局跟皮革很棒以外 像它這個方向盤它有加熱方向盤 像最近天氣不是比較冷嗎 它就會可以加熱 對 很棒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音響系統其實我也很喜歡 因為像我們都聽那個Poly有沒有 那個Poly它的這個車上呢 總共Bose喇叭有12顆 所以那個Poly聽起來特別立體 對 這個有小朋友應該知道了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這個螢幕呢 其實你看兩句非常大 12點多的這個螢幕 在你晚上開車的時候 它的燈光還會做一些調節 非常非常的柔和以外呢 它的這個椅子 來來來來 你剛剛很重要的這個椅子有沒有 它有這個通風座椅 那就不用再另外自己加了 不用再加那個還要按按鈕 它就全部都已經在這個裡面了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加上它的這個排行桿啊 你看 有那種水晶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它把這邊的空間也都已經節省起來了 這個觸感你可以摸一下 應該很棒啦 而且它的有Label 2的這個等級的這個 跟車所有的系統都有 所以基本上你在長程出去露營回來的時候也不會累 那有一個更重要的來 我要介紹給你 我先發動一下車子 這個也是跟我們的安全非常非常有關係的 你看它的引擎運轉其實聲音非常非常小 然後很順暢 讓你在家人睡覺的時候其實也不會驚醒 對 然後我打一個燈給你看 你看有沒有看見一個圓圈圈 欸這是我就這一側的 對沒錯 因為我們一般呢 在這種比較長的車子 通常要注意兩邊的來車 那以前最少是警示嘛 那它這個除了警示以外啊 它是直接把這個影像 送到你的這個儀表板前面 讓你更加直覺的知道說我旁邊有沒有車 它不會說你還要看來看去啊 擔心安全 讓你駕駛的這個疲勞度更加減低 對有沒有很棒 覺得蠻適合我們家的 對對對 如果你跟那個先生的話可以考慮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這一台 對對對 回家立刻跟他講 對對對 而且它引擎運轉啊各方面 你看我們在熄火之後 它會出現一個非常 一個送客的一個音樂 非常非常的有疑似感 好 那謝謝這個蘇宇 我再講下去 可能回家就要叫老公去簽單了 換車了 好 謝謝我們蘇宇 賞車愉快 好 OK 好 那在接下來呢 其實我們在這個2023年 有統計一個我們所謂的這個違規 很多人呢 他車子要停在哪裡 要怎麼停會不會開罰單呢 這也是跟荷包息息相關 我們接下來繼續一起聊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踩 proving